今天睡得还好吗 今天是一个大挑战 有可能会走不到 今天非常长距离 大家 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言要说 什么感言 拜拜 再见 你们出现我在我的视频里 今天的路线是从上雨崩出发 所以我们从下雨崩还得要徒步 大概一点多公里走到上雨崩 这段路本来就是很绝望的 都是爬坡上去 我们要爬上去 然后一直去到那边 再下去 今天要比昨天冷一点 然后 今天呢因为我们 我们的路线非常长 所以客战老板说 不管怎么样两点半就要折返 不然晚上可能天黑赶不到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背的东西 都是多一些 吃的呀水啊都会比昨天要多一些 今天书方穿上冲锋衣都还是有点凉凉的 这边有这个应该是麦田吧 金红色的麦田好像已经成熟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往山里面走 进到山里面 今天呢最高海拔 如果我们走得到顶的话应该是四千海拔 然后要翻一张翻越一座山才能到 我感觉我已经不行了脑袋懵懵的 这边是他们当地村民自己种的一些稻田 卖田有种一些玉米素之类的 所以这边的玉米还挺甜挺好吃的 早上呢太阳没有完全升起来 然后山上有非常多雾气啊 感觉很像仙境 我们的单商队伍不断壮大 后面我们又多加了一个小伙伴 现在我们是五人小队 就这边很多像这样的小溪流 非常川级的小溪流 因为都是从雪山上面 轮化的雪山水 特别干净清晰清澈 都是泥土 非常湿的泥土 这个坡让我感觉梦回廉价迷 这边超陡的 是一个大石板 走起来很滑 因为昨天下雨了 所以现在山上的泥土特别的湿滑 小朋友你太厉害了 在很早以前 雨冯村并不为外界所知 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村子里大部分是藏族 村子坐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 清澈宁静的高山冰湖 和壮观的瀑布点缀期间 让人沉醉 这里的村民都是虔诚的藏传佛教 所以信徒的转山朝圣之路 朝拜的就是梅里雪山主峰 卡瓦格伯 从上雨冯有一条路可以攀登 梅里雪山主峰 卡瓦格伯 它的海拔有6740米 作为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信徒 通过转山对其表达敬意 早在1902年 英国登山队就首次挑战卡瓦格伯 后来 日本、美国登山队也相继 向卡瓦格伯发起挑战 但结果无一人成功 1991年 17名中日联合登山队员 仕途登顶 结果全部罹难 为什么卡瓦格伯的海拔 不及珠穆朗玛峰 但却无一人登顶成功呢 当地的藏民相信 在藏传佛教里 卡瓦格伯的山神 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 因此他们相信 这是神灵不希望被外来者打扰 凡山皆有神 凡水皆有灵 为了保护这座承载的藏民信仰的山峰 在2000年禁止攀登卡瓦格伯 所以卡瓦格伯至今 仍是一座处女峰 寸仲处 Ooh Shabam 好嘞 奶奶奶奶奶 Hey 胛子音出来了 哎 récup 我想出来的 Like 我想出来的 How 好疼 我想出来的 然后 comes to your 那个猫孩 老夫的心魂 很 loc She's holding my hand 她的手扒着我的手 我们到了校农牧场 这就是登山大本营 爬雪山之前 他们会把大本营设在这里休息 哇 好漂亮啊 卡瓦伯格雪山 从来没有人爬上去过 从这里真的可以看到雪山顶 但是现在因为被雨雾给遮盖住了 所以我们只可以看到雪山 留下来的一些冰川 午餐时间 大家快点把你们的小零食放出来 我们走到了这个校农牧场 大本营这边 它有一个这样的木头的亭子 刚好大家可以在那边取个暖 休息一下 这段路 这段路 莫名的多了好多小石址 这种碎石路 那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边有这么多的碎石址在雪山小夏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穿越这一段碎石路 再走大概1.5公里吧 但是爬升应该挺多的 到达冰湖 现在要穿越草丛 雨风这段去冰湖这段路还真是有意思 穿越草丛 穿越山还有大溪流 太难了这段路 这段路太难了 真的真的很陡 哇 真好 这是确定是这儿吗 怎么感觉不像啊 这个地方对身高高的人不友好 这个地方对身高高的人不友好 哇 冰湖乃圣节之地 尽止下湖游游 为者昼伐 到冰湖了朋友们 登顶了登顶了 我们刚刚就是从底下那边走上来好有成就感 翻越一座山来到了冰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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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风的雪山森林草垫瀑布冰湖 每一寸都是葬礼的风景 去过雨崩的人才能如此真实地感受到 原来日升时有日照金山 日落时有漫天星辰 月雨崩秘境永远保留它的古朴 美如初见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